2017年,麦当劳中国在与中信资本凯雷投资的战略入股交易完成之后,公布了一项未来五年的开店计划。 2022年麦当劳中国餐厅数量将会达到4500个。 2022年愈发接近,麦当劳中国在今年举办的卖卖全席上宣布,在2020年至2022年投资超过1亿元, 与全国超过100所职业院校通过现代学徒制办学模式,帮助超过1万名年轻人提升就业能力。 学生入学之后会拥有双重身份,一个是在校生,一个则是麦当劳的员工。 针对这些学徒,麦当劳会提供近100周的课程与训练方案,全面涵盖餐厅运营知识。 目前,麦当劳合作院校涉及到了各线城市,除了北上广深之外, 还有宝定、顺德和惠州等三四线城市,这与麦当劳未来店铺下沉的方向也吻合。 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张家英称,五年计划中到2020年, 三四线城市的门店数量占比要从现在的35%提升到45%。 现代电视记者龙曼整理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认护道理